据央视新闻消息2019年5月30日 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党 组成员 副局长兼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吴珍受贿 滥用职权议案 四川省成都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出庭支持公诉 被告人吴珍及其辩护人到庭参加诉讼 成都市人民检察院指控1996年至2018年 被告人吴珍先后利用担任江西省卫生厅药证管理局局长 江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及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副局长等职务上的 便利为相关单位和个人在药品审批子女就业等事项上提供帮助 直接或通过其亲属非法收受财务 共计折合人民币2171.1106万元 被告人吴珍在2009年担任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副局长期间 以及2017年至2018年担任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副局长兼国家卫生 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期间 逊私舞弊滥用职权 致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情节特别严重 提请以受贿罪滥用职权罪追究被告人吴珍的刑事责任 庭审中检查机关出示了相关证据 被告人吴珍及其辩护人进行了执政 控辩双方充分发表了辩论意见 吴珍还进行了最后陈述 当庭表示认罪毁罪 最后法庭宣布休庭 择期宣判 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 新闻记者及各界群众50余人旁听了庭审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 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 谢谢